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的拍法呢 他非常不习惯 我们也想 这个世界的朝人趋势 应该是很难 尤其在电脑时代 英文的数字 等这个 中种的 做我们的报纸 作为乔学服务的宗旨 所以他们的需要我们非常宗旨 所以 中种的改革 中种的改变 都是针对新的一面 就是将来我们拼求的读者 他们的需要来看 我们也来听 世界的报纸 就是 已经快三十年了 那我们从来这里就是看着看的报 是因为比较公开 喜欢看这个世界的报 我一直也都是看世界的报 对 在海外办报 不只内容要多元化 因此也要兼顾当地社区 更需要与海外乔社一起执办活动 来丰富乔邦们的生活 我们世界的报纸 最主要呢 跟乔社的关系非常好 因为我们最主要就是要帮助 华人新移民也好 热闹移民也好 喜欢跟我们的 在生活上面 或者在自信 不能够了解到最新的一些讯息 比方向我们跟台湾移民 来的社会里面 像一个大多会广场 他们是一个 虽然是一个商场 但是他们能够帮助到很多 他们的努力是相关的 海外乔邦朋友想要了解 全球各地乔社动态 除了暗示收看国官电视外 也许世界日报也是其错的选择 国官电视加拿大 都能够送给报道 看完了世界日报的抗报历史 以及了解报社见况之后 今天的节目呢 也贴近鬼声 又到了要跟您说 再见的时候 朋友能够给我们批评与指教 潮事动态 台湾人在海外节目 让您掌握 全球潮包的生活动态 千万别错过任何一期 我是刘山林 祝林正 为各位朋友 本人警察有将在参与 inhum 成為溝通社區與政府的程序 這個公秀會議更衝